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职业的太原高手 踢一下是什么反应 他踢的这个人 不是我们普通人 他是歌舞员的徒弟 在入门之前 是位跑酷大人 经常练习抗击打 对于太原高手踢的这几腿 他感觉力道还可以 能承受得住 那UFC的格斗名叫 踢一腿那是什么反应呢 一腿下去 直接让挑战者疼着吃下来嘴 竖起的宗旨是他最后的脚脚 这一腿跟歌舞员踢的位置一模一样 现在来看一下 通美全场人歌舞员 七人一脚 看似跟没有似的发力 可是人已经倒地不起了 并且还很疼 就连哥老师自己都认为 他们是装出来的 生怕他们讹上自己 赵亮峰作为打扰的第一人 他直接谣言要扛哥老师的死腿 此话一说 直接在网上引起了热议 别人扛一腿都已经受不住了 他要扛死腿 真是没把哥老师放在眼中 赤裸裸的挑衅 那哥老师的这一腿和太原高手 还有UFC的职业选手们 相比的话 到底谁的这一腿更厉害呢 虽然哥老师没有上过擂台 可是他作为传统武术的流浪担当 拜访他的人 可以说都已经盘起了成队 这里面不光有格子圈的名价 还有健身界的各打包组 中华英雄王红祥更是两次都没办法 两个在擂台上征担多年 挨上哥老师的这一腿 头发身都晃了一晃 虽然说没有倒下 硬挺着没有说疼 不过这一脚对他来说也是挺重的 只要跟健身搭边的这些博主去了以后 全都被哥老师一脚给踢趴下 能自己走回去的 那就算轻的 严重的直接用车拉住 唯一敢和哥老师硬碰硬的人 那就是水脑拉罗 硬扛哥老师三个批掌的同时 还和哥老师硬拼起了腿 他凭实力让哥老师对他刮目相关 不过事后他对妙峰说错的时候 当时的确又受伤了 哥老师更是唯一一个把他打疼的人 全空的话到不治理一段了 但是会严重受伤 我跟你说 真的会严重受伤 我跟他11年结尾工 他第一个把我打疼的人 可是妙峰不信这个鞋 不改初衷 不仅要硬扛哥老师的十个鞭腿 还要尝试他的十个披掌 最后咬牙硬挺了三下以后 实在也是撑不住了 哥老师的鞭腿 他只尝试了一下 给他的感觉是 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疼得倒地不起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击打效果呢 他认为这是他常年练习少人功夫的原因 经常练习抗击打 所以才有这样的成功能力 哥老师的这一腿 要是换成普通人的话 早就受不住了 硬汉又生 可以说是全好中央人幸福的人 两次探访歌舞员以后 心甘情愿的伴在哥老师门下 学习通媒圈的发力方式 刚才他徒弟 可以应接泰拳高手的好几腿 可是哥老师一腿之后 直接让他怀疑人生 通过多方面的了解 我们可以清楚的认识到 哥老师的确有真功夫 那哥老师的这一腿 有没有UFC选手和泰拳高手的这一腿厉害呢 欢迎各位大佬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谢谢 我们下期见